老头,拉布 拉布 David你在做什么? David你在做什么? 鲨鱼,找鲨鱼 为什么找鲨鱼? 你知道玉兰河怎么来的吗? 这个Gerong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吗? 实际上是个马来鱼 马来鱼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Gerong Gerong什么意思呢?就是鲨鱼 所以我要找鲨鱼啊 Gerong BIG BAN 製作业 今天我们来到了Safras du Ronde 对!Safras du Ronde 我们今天在哪里? 您可以看到前面 我们在来找到Shark 刚才我们看见Garon Ronde Club 他们已经出发了 但是我们跟他跑的不是一样的路线 今天不可以找场了 今天很多人 今天我们 我们是二对十 我们要避开他们 要不要人被绑 说我们来砸场 最后我们参与的是 就是我们的判过的一个对服 我们正在在新加坡的所谓的 新加坡的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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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新加坡的高科技 现在我们的主题是 经济防卫 对! 经济防卫 对! 经济防卫 这是我们的试图 要继续成为 Safra Explore SG 新加坡的挑战 今天 我们正在在 衣服和衣服 我们是 亚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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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新加坡的 亚托邦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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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庆瑞是当时的财政部长 当时就交给他来办这个事情 当时他的想法就是 必须要发展经济 有经济,发展工业 才能够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 才能让新加坡逐渐强壮起来 所以他全盘制定了这个计划 让他们把地点就选在Geran这个地方 很仔细的解决于David 让我解决了一点 Jurong Jurong 当你认为Jurong 你总是认为 区域工业 这些是正确的 因为这里是充满 因为这里充满了很多工业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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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Twas 因此 当你认为Jurong 你认为工业 这是新加坡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工业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也是最大的地方 在Jurong这个区域 前海造地是最大的 Jurong Jurong 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练游中心 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练游中心 现在已经很远了 走路路 走路路 在这里 很难 你看到这里 是一个单独的路路 车路 车路和走路 都必须跟一样友好 如果不 就不会有很多事 什么要做 这是新加坡 这场方很多 像在我们比较新的一些市政 比如说 潘哥的话 就没有毕业居 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毕业居 这边的鸟也很多 对 所以这边呢 雇佣了很多外籍员工 这边呢 雇佣了很多外籍员工 在这时刻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点小心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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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年轻人 轮延工程 在一个很大的工程 工程 危险 所以在这些年轻人 这边有很多 的发展 尤其是 尤其是 区域的区域 到 区域的区域 最多的区域 区域的区域 像TWAS 区域 很多人 工程 被人的区域 好 好 有没有 有没有 在这个工程区域 如果有没有 有没有 留下留言 然后告诉我 你的经济 我们在 深深 再深 到现在 跑到 差不多 要接近三公里了 有什么感想的 所谓 沧海商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在 政府把它发展为 工业区之前的话 这一边 真的是 没有什么人类居住的地方 因为从地理环境来讲的话 Jerong这边 当时有两大河流 名字刚才我说的 以鲨鱼命名的 苏格 Jerong 另外一个 就是苏格 班旦 两大河流所组成的 这个水系 就很多滋留 很多小溪 所以这边基本上都是沼泽地 还有红树林 所以这边来说的话呢 不太适合人们在这边生活 周边的话 实际上有很多山的 那当然都是小山 后来 成为工业区之后 把那些山基本上都产平了 所以现在你在Jerong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山 讲到山 你们一定可以想起 这边著名的Jerong Hill 可是今天 我们不会去到那边 很可惜 所以Nissan owners 一位你的服务中心 在这里 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地方 你看叫Loyang Way 我如果只是这样听的话 还以为到了那个 Chang Yi那边 那个Loyang 这就是Loyang 不是Loyang 不是Dobbegong Temple 在Loyang Chang Yi厨厅里 甚至Jerong 是充满在工业区 有些秘密的秘密 像食物 你看这地方 这些很流行的 有些人在Jerong 尤其是在Lunc time 尤其是在Lunc time 我可以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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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以前有一个计划 叫做新农高铁 就是新加坡到吉隆坡的一条高铁 后来他们因为 政权力跟爹 这个计划取消了 后来赔赏新加坡 一亿元告终 在新加坡前进的步伐 没有因此停顿下来 新加坡继续将在这边 建一座新城 商业化和工业化的行程 所以我做看点后 你们可以看到 一个全新的Jerong 从Brand 到Safra Jerong 在100m Mall 我们回到Safra Jerong 第二个挑战 Safra Jerong 第二个挑战 Safra Explore SG挑战 谢谢David 再次加入我 Safra Jerong 整个工业区 对我们来说 今天比较特别 绕着工业区好 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二果 四目以外 所以我们最后的地区 最后的地区 是 Safra Jerong 4個 2个继续 4个继续 3个继续 3个继续